钟明轩惹怒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到底为什么生气? 好热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斌燕 最近钟明轩就因为一句话 而惹怒马来西亚的网民 引起轩然大波 就有网民留言我 希望我可以针对这件事情 发表一下感想 我的标题为什么会放 拍给那种台湾人看呢 主要是想实验看看到底 那种这两个字会不会引起不舒服 那如果台湾的朋友 看了这个标题会感到不舒服 那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觉得不受尊重了 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而怒骂钟明轩 认为钟明轩歧视马来西亚人 正在退订钟明轩 那到底他有没有歧视的意味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影片 这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是很近 很多那种马来西亚人一直在看我 害我在这边旅游真的很不自在 我才来新加坡 没有几个小时 我就一直在想念台湾 从影片来看 我们无法确定 他说的马来西亚人 到底是不是指马来西亚华人 因为就算我也没有办法 单凭外表来判断 一个人到底来自新加坡 还是马来西亚 所以我猜测 他指的马来西亚人 指的是马来西亚人当中的马来人 但无论如何不管他指的是什么人 他的用词简字 确实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了种这个字 种有很多的意思 例如我们说 这种蛇很毒 或者这种食物真的很不健康 就表示这条蛇或者是这道食物 不只是有一个 所以钟明轩的那种话 就会一次性得罪很多马来西亚人 如果钟明轩在影片说 我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有一些 带着异样眼光的马来西亚人 一直看着我 我觉得这句话就不成问题 这句话也不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公众人物说话和任何的举动 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很容易被人放大 放大 再放大 甚至被人家误解 即便是我们普通人 一个无心的话 都很可能会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 学习说话的技巧 懂得尊重别人 别人也会给你应有的尊重 钟明轩已经针对这件事情而公开道歉了 我觉得网民没有必要再因为这件事情而攻击他 其实很多的马来西亚人都非常喜欢台湾 因为台湾有很多优秀的YouTuber、歌手还有团体 影片的最后呢 我在这里也特别祝马来西亚国庆日快乐 那在这里呢也跟台湾的朋友分享一下 马来西亚有双国庆 一个落在8月31号是庆祝马来亚独立 一个落在9月16号是庆祝马来西亚正式成立 听起来有点难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让我知道 那我可能可以在下个影片 讲解这两个日子的区别 欢迎台湾的朋友来马来西亚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仲兵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